跟上我們 我相信6月你也辦得到 哈囉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5月27號早上10點 那一開始 宋哥還是要請大家 拿出你的手機 把宋哥Light跟Telgram 給做一個加入 Telgram是BY17168 Light是小鼠 DBA5820H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盤前提琴 跟大家聊到些什麼 我們跟大家聊到 台股仍然是維持在一個區間震盪 那這個區間是抓15800點 到16300點 所以只要行情落在這個區間 其實就會有助於我們的多方選股 因為行情震盪 就是看個別股表現 那很多人看到什麼 看到昨天大跌 我想說完蛋了 這行情是不是 又在回測這個錢破地跌了 或是看到今天大漲又說 行情要大漲1000點 其實哪有那麼多轉折 可以讓你抓 現在行情就是走一個區間震盪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加捲指數 那加捲指數 今天是大漲255點 那朋友 其實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技術分析 還有它的一個節奏 你可以看到 這邊一黑一紅 然後就一黑 然後黑又紅 又黑又紅 所以它就是一個怎麼 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區間震盪的形態 那區間震盪 讓我們要留意什麼 留意一下 這區間壓縮到最後 會不會有一個改變 那先前我們曾經跟大家報告過 均線的糾結的突破 或是跌破呢 往往是方向的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 五日線 十日線 跟這什麼 跟這個月線 已經要嘗試性去做一個糾結 那先前我們也曾經跟大家聊過 再一個禮拜 再一個禮拜 月線這邊會開始什麼 扣領在相對低檔位置 所以月線到時候就有機會什麼 走平轉為一個翻牙 那今天呢 已經站上了這個月線 只要什麼 只要能站穩月線 那月線的反壓 就會變成什麼 強而有力的支撐 那變成強而有力支撐 站穩三分之一的反彈 16200點到16300點 行情呢 有機會什麼 往二分之一反彈 這邊去做個靠攏 會開始 開始來挑戰這個機械 機械的位置 也會開始慢慢的 往下去做一個修正 所以這邊就有機會什麼 從反彈行情 轉為一個回升行情 所以這關鍵在哪邊 企業的獲利 企業獲利能不能跟上 只要企業財報獲利 有機會跟上的話 行情就有機會 所以我們現階段呢 還是先看待一個區間震盪 因為呢 這個行情 這個還沒 而是壓力區呢 還沒有有效站穩 那這壓力區 為什麼壓力這麼大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 這過去呢 是一個大景限壓力區 這邊打到16200點 就做了一個反彈 打到16200點 又做一個反彈 所以16200點到300點 這邊呢 這個整數關卡 這個緊線壓力區 如果可以站穩的話 它就往1分之1反彈 去做靠了 1分之1大概是哪邊 16700點 那這邊如果可以開始轉回回升行情 的話 就有機會來去挑戰這個機械 所以我們喜歡呢 一步一步來 跟它貼著盤面去好好做個調整 那就好像什麼 先前這段跌幅 我們是完全避開的 那怎麼說呢 先前我們跟大家提到 跌破3月28號地點 你要是縮減你的部位 那跌破3月8號地點 這邊會有個千點跌幅 因為是頭肩頂成形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的是 一一驗證 所以現階段 你也不用想太多 行情呢 就是走一個盤整 對於說5月跟你講說有大行情 那大行情 這種哥實在是看不出來這行情在哪天 那這種哥相信 5月跟你講說會大漲千點 6月一樣繼續跟你講大漲千點 那6月如果又沒中也沒關係 7月再說會大漲千點 其實這邊一直壓下去 總會有那麼對的一次 但是我們不喜歡這樣子 因為現階段就是在盤整 盤整我們是做好我們的部位控管 然後跟著資金流向來調整就可以了 那現階段行情漲賽 跟著資金流向 那我們應該往哪邊去做一個調整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群組 都會有跟大家聊到非常多 那只要什麼 只要你有追蹤我的群組 只要你有追蹤我的影音平台 其實這些個股 你都有機會賺到錢 因為這些個股 我們都有公開在群組上面 或是群組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包括元泰、創立、台聖哥、中美金、德偉 這些我們都有在這個群組 那在群組哪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精選財經週報 這個資金跟每個禮拜天晚上 都會幫大家做個更新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1560的中山 其實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去做個分享 那今天短短兩天就獲略14% 那再看到什麼 昨天的這颱風電 也是有往上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德偉 今天也是有往上的態勢 再來看到這個真頂 真頂呢 也是有創新高的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雷虎啊 或是聖羊半 都有往上創新高 那聖羊半呢 在前幾天呢 還有攻上一個漲停板的位置 那甚至什麼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面 也一再跟大家提醒 我們跟大家提醒 有些個股你要特別留意 有些個股你則是要避開 因為今年行情會比較奇怪一點 因為不再是一個百花齊放 所以你就對著產業什麼 那邊把它抱著 然後股價才有去創新高 但是如果你抱錯了股票 那就很抱歉 那可能呢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今天金融股呢 是做了一個大幅度的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 總共還是要建議大家 其實呢 這個走這樣子 看起來是要讓你逃命用的 而不是什麼 讓你去做加碼的 所以呢 這邊的純股主的朋友 總共還是會建議大家 反彈上來 你可以先做個事實的做條件 今天金融股呢 金融指數呢是大漲1.5% 但是我們會握著來看一下這個基礎形態 我們在這邊提醒大家 那從這邊跌下來 跌下來這邊也是將近20%跌幅 那28換算成加權指數 大概是3600點 如果從18000指數的話 大概抓了3000點 這邊跌了3000點 那你要領多久的股力 才有機會彌補這個價差 那短線上的確是有在橫向整理的過程 那橫向打底的確 跌深有機會反彈來修正管理 就像我們跟大家提到 大盤有去用反彈或是盤整 來去修正這個管理率的 那金融股同樣的道理 也是有去用這樣的態勢 但是呢 反彈上還是要請大家先站在賣方 其實這波行情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有很多個股人你要先做B台 好比如什麼 這個驅動IC的領勇 這邊砰下來 這邊航班也是跌了2-30% 那這邊橫向整理過程中 你要去做買進嗎 這種都是請向說反彈賽 先站在賣方 的確他是有在打出一個底部 但是這個底部會不會是什麼 會不會只是想騙你上車而已 因為驅動IC的前景 這種都是蠻看壞的 因為面板報價下跌 那金融代工報價調漲 那金融代工報價調漲 那他的這一定會好到哪邊去 除非什麼 除非他又有個什麼 新的殺手機應用 讓他這個股價要開始走回身上去 那如果到時候真的有這樣進行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切入就好 我們為什麼這邊玩泥巴呢 所以這邊要請大家特別留言 包括什麼 包括這2376技嘉 的確有一個短底 但是這短底 我認為說要反彈到哪邊去 這種主題認為也是有點小小疑問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今天頭訓的長期是站在賣方 那這種主力也正在賣方 其實從來看的話 就不是那麼好看了 所以我們喜歡的是什麼 我們喜歡的是趨勢向上的個股 比如說什麼 1560的中砂 我們剛才提到 今天又是創了一個本破一個新高點 那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 這邊5月22號附近的時候 還沒有起場 那只要你有跟上我們 我們是在這個5月24號的時候 所以我們5月22號分享 你還有2324兩天可以去做布局 那如果你有跟上我們的話 這樣三天 三天 三天就讓你賺4% 那這樣的情形 要不要呢 我認為這樣的機會還是非常多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先前跟大家提到的 這8069元炭 我們也是在這邊去做布局 然後這邊又往上做噴出 那在突破這反彈下去的時候 我們是有再度進場 所以整個這樣一來一回 我們又賺了將近20%報酬 因為我們的這個區間來回操作 然後突破區間去打打 持續打斷 所以這樣上來之後 所以好像20% 20%我們不要躲好了 我們買個100萬好了 我們買個100萬就有20萬了 那這20萬要把它賺起來 也是很好看 所以這邊要請大家什麼 把握一個原則 不對個股 一定要把它換股操作 那包括什麼 3443的創意 今天也是持續呈現一個高檔震盪 那高檔震盪 只要沒有跌破地點 正會就是持續把它抱著 那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邊的站上季線之後 開始這邊往上來 其實也是有15%報酬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3675的德偉 其實德偉目前就是走一個 區間震盪的形態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他的形態 跟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中砂或是什麼 或是這個原態非常像 我們喜歡的是什麼 這邊亮縮呢 然後呈現一個高檔震盪 回側季線都沒有跌破 那這種壓縮到最後 行情很容易表態 所以請大家要保護 這種亮縮震盪的過程 那另外這個 這個提到的這個洪家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4958的真頂 也是持續向上的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2317的洪海 今天表現也是相對強勢 所以我們有特別跟大家提醒 洪家軍這邊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形態看起來 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你可以去留下 洪家軍之後的走勢 那洪家軍的進行 這電動車的動作 可是平平的 那進行之間 又跑到電動車這一塊 所以請大家可以 往這個電動車 特別是洪家軍這一塊 多去留意 那這邊我們過去 也有一個統計 這要是 每次到了除全息行情 洪家軍呢 總是特別有機會 那這邊的專規 就暗示到這邊 讓大家去找聽說 有哪些個國在除全息的時候 從家軍買檔 個國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行情走一個區間震盪 行情走一個區間震盪 那其實就很有利於 我們的多方選股 因為這邊 我們會跟著金流上 一檔找過一檔 這邊幫大家追蹤一下 細菌元好了 剛剛沒有提到細菌元 細菌元你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台聖哥 是漲爐 先前我們曾經跟大家報告過 回測月線 是一個很合理的賣點 那這邊就反彈上來 那反彈上來 我相信也有進食他的報酬 那包括什麼 包括武士拔山的中美金 今天也是有反彈 一定要開始什麼 挑戰這個季線反壓去了 那我們再跟大家提起 挑戰季線反壓 就有機會什麼 有機會開始走一個回升行情 所以要請大家 特別留意一下 細菌元的後續走勢 原則上大盤要漲 細菌元一定有他的 一定有他的舞台 所以這些個國 大家可以去 好好去留意一下 如果說這邊我們有最新布局 最新標的 你想跟上你的 一定要填取 影片下方的標 在連結 因為我們這邊會帶你什麼 一檔 換過一檔 當五月大家認為沒有行情的時候 還在那邊玩稀巴爛的時候 但是我們卻是透過資金流向 帶大家 一檔賺過一檔 又另外一檔 當你有100萬資金 你卡在一檔股票 70萬 100萬變成70萬 我相信在優越行情的時候 你這計算還是會計算 為什麼 因為熱門股 過去的熱門股 不再會是未來的主流股 因為資金一旦退炒之後 它最好進行就是趴在那邊 你可以看到 這2376技嘉 我們剛剛提到 整點將近多久 整點將近兩個月 那你這邊高檔套下來之後 100萬變成計算 或是0.6 100萬變成計算 一個月過去還是在計算 兩個月過去還是在計算 那萬一大盤要開始反轉的時候 你這計算會不會變成60萬 你這計算會不會變成50萬 這邊我認為說 你如果一直抱著 其實是一件很願望的事情 那很多人跟你講 基本面非常好 你抱著就對了 長期下來 它會給你一個豐碩的報酬 這邊長期投資 但是中哥要跟你講的是 長期投資只是用來安慰什麼 安慰你套牢時候的一個說法而已 長期投資是一種大度波 尤其是在波動大的時候 那我們連蝦鳥都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怎麼去預期說 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甚至五個月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所以這邊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不對的股票 請大家先跟上我們 跟上我們換股 你七算跟上我們換股 如果你做到原泰島 做到創立這一檔 做到台勝客這一檔 那我們這邊不斷幫你滾動滾動滾動 你七十萬會不會變成八十萬 你的八十萬會不會變成一百萬 你的一百萬會不會變成一百五十萬 你的一百五十萬會不會變成兩百萬 我相信是有機會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在這種行情 我們不但幫你避開風險 還幫你掌握到無數個機會 那我相信跟上我們 是你最佳的選擇 所以影片下方的表彈連結 請大家選 或是你可以加入這種個 Lighter跟配奧鬼 加入群組的 時訊這種個 時訊小秘書 那你也可以跟上我們的 恐怖操作找護 那我們明天見囉 謝謝拜拜 拜拜